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任凭时光与变故都无法改变的 尽管没有与我们建交 但它却是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们国家的 在国际上的力所能及的场合替我们国家发声 其实不单与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或许是因为不单人习惯了平静自由的生活 在这样一个总面积仅有不到4万平方公里的蛋挽之地 人口总数也只有70万 GDP总值不到20亿美元 但每个人都过得富足并且充实 他们过的生活是我们只能在课本中才能看到的 然而呢 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把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我们 正在这片蛋挽之地 我们是该庆幸呢 还是该感到绝望呢 相信每个小伙伴都有着自己的观点吧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